各位朋友,現在來到八立 這裏的部分B 在這裏一路上去 就是上去小破邊那邊 大家可以看到地圖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動 我也是拍攝環境 這位置是新商識的朋友 他都很勇氣,很多時都一個人周圍走 我仰仰我 我要拍攝環境 我會直走少少 直走少少,大家可以看到 上一條片,在左手邊的海灘 有個小型碼頭 我就不走過去 然後來這條小路 就是剛才一開始的左手邊 一路走,其實最前面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指 最前面的位置可以直接去小小海灘 但在中途 因為我們要先去小破邊 所以在中途這個位置 就有一條小路 這條小路 很多人都不會走這邊上去 當然是行山遊才會走 多數人會走大那邊 去白鴨仔再屈上去 一樣可以的 全部路都有通的 這邊就是捷徑,小路 因為那時剛剛下雨 地下不算太乾 都有一些濕 少少濕 那全段都是泥路 這段路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比阿師傅走些 那些草多些 那這條全段都是一路上山的 那好,接下來 因為有一大段山路 我都想分享一下 慢一下 即是鏡頭是不會太過快 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當時走這段路 即是怎樣刮腳 那些草比較窄 即是兩邊的窄縫位比較窄 還有很貼的身 還有有時會滑一滑 因為那天太滑了 這裏上去就不是太高 它只是上大約100樓下的山崗仔 但全段都是離路 其實難度就不高 有少少行山經驗的人都可以走到 不過順帶一提 因為這裏的路是四通八達 如果不是太縮路的朋友 就盡量少行山 因為它是四通八達 有些路是不太明顯的 有時會有檔室路的情況 即是晚上 ㄎㄉㄨㄨㄨㄨˋ 上站到 Local 即是不錯 有個嘴巴的位置 按我便把勺子推動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當時的環境 這些就是下雨水沖漬的坑 有時看到泥沙比較濕 我都會走這些坑 因為這些坑沖好泥沙 路面比較濕 腳沒有那麼容易入泥沙 來到這個小平地 因為上了那麼多 可以休息一下 走過來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整個白蠟灣左右的情況 在結尾那裏會有航拍 現在就在這裏看一看 在白蠟灣的情況 先打一打 打一打這個二百多度 繼續再走 來到這裏有兩條分叉口 一條分叉口 現在這一條就是去小婆邊 另外那邊就可以抄折徑 即一會會走 抄折徑上去木棉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指了這一邊 我們先去小婆邊 我們首先去小婆邊 小婆邊有個特色的 條路那裏 就是這塊石 這塊石應該不知道有沒有名堂 不過它就好像一張椅子一樣 如果你坐在地下那裏 就可以捱住它 全部都是泥石路 這些路下雨就比較難走 如果下雨就更麻煩 如果下雨就好像現在這樣 都很緊 我們走開山的人 其實喜歡走這些路 多於走那些石級 因為那些石級 我們踩下去的腳 就比較硬 就是硬吃了全導力 比較覺得辛苦一點 這些路就會覺得有些挑戰性 還有有些減震的作用 還有我覺得屬於是比較好玩 一路伸延過去小婆邊那邊 當然都是一個小路 現在來到小婆邊那邊 會看到一個灣 是比較好玩的 我們先看看環境 我在這裏 新的棍子 即是高普的棍子 盡量伸出去 如果來到這裏 就不要站出來 因為這石頭全部都可以動 隨時可以掉下去 重視補命 這裏就看到一個樓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石頭是會動的 即是它隨時會掉下去 好 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這裏我專門用正常的速度 不加快一點 因為想未去過的朋友 就感受一下那種電波 因為有時在這裏 如果咬傷就比較麻煩 即是弄傷了你的腳 就比較麻煩 在這些斜位是因為很滑 因為我當時穿了一對跑山的鞋 防護比較低 就沒有護著腳眼 即不是中筒的鞋 沒有護著腳眼 所以可以很小心地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路面就是這樣 因為路面比較尖波 那這部Gopro 其實我駕駛在大約這個位置 即是我的肩膀左右的高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視覺 大約正常的路面是怎樣 來到這裏就沒有那麼斜 即是沒有那麼鮮 這些路就比較容易走 因為當時曬著 體感有38、9度 所以也很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彎 對面這個就是木棉洞 好,大家可以看到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小破邊 它就好像破邊咒 不過破邊咒當然很大 坦就分開了 它是小很多 不過視覺都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看拍攝 現在就拍一拍 現場多一點的環境 因為這麼熱的天氣來到這裡 都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這個就是航拍的梳 可以看到整個環境 當時我飛的位置就是 現在中間的位置 可以拍攝整個環境 是很壯觀的 其實都很壯觀的 其實都很壯觀的 可以看到整個環境 比較多一點 然後大家慢慢欣賞這個 航拍 我們接下來 就會走回那條分叉路 就會上木棉洞 可以慢慢欣賞 好一點 可以看到 快點 快點 好,現在就走回剛才那條分岔路了 上木棉洞 這裏有很多路,四通八達 我選擇走上頂 跟大家分享一下當時的路是如何四通八達 來到這裏,我就轉一個 360度的鏡頭和大家分享 順便在這裏頭一頭 繼續起行 在這裏就有一條路 我們再看一次的環境 剛才我們就在對面這個位置 來到這裏,我就特意上頂 去到差不多頂的時候 其實有一條分岔路 就是可以沿著那邊的過 當然在那條窗路那裏 都是比較注重安全 我就不介紹走那條路 因為那條路有機會滑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路是四通八達的 就是有很多路 當然頂那裏也有很多路 我們現在就落去木棉洞 這裏就是上頂的路 右手邊剛才慢梳那裏 就是一條圈邊的路就會近很多 那我就特意走上來這裏 就跟大家看一看那條路 那走邊那條路 如果晚上是有機會滑下去 那不是太好 我現在手指那條 就是從邊那裏過來的那條路 當然有一定經驗的行山人士 所以就可以直接走哪條路 我現在就是因為在窗路裏面 當日以安全計算 就希望大家跟著我的路 就是這些路去走的時候 都可以安全回家 那我就在山那裏 就直接下去了 這裏周圍都有路來的 這條就是靠邊邊過的那條路 有經驗的朋友 就直接走靠邊邊那條路過的 我特意走在這裏 就是想拍一拍 在頂少少的路 是怎樣四通八達法 因為下雨後始終是線路 我就要慢一點下雨 而且因為我背著攝影器材 都比較重 如果在這些地方留傷 就很差了 這個情況 就下回這條路 為何我要走上去的頂 就是真是希望 給一些未走過的朋友 了解到這裏 四通八達的路 如果是晚上的話 有機會是檔室的 我們直接去破邊那邊 直接去木棉洞 這條路都能過去了 其實下面那裏有一條小路 可以炒邊過去 那條路就快一點 當然為了安全 我都不介紹那條路 我就介紹主路 大家可以看看 頂 接著 我們來到木棉洞的位置 這個就是木棉洞的頂 現在再看多一次整個環境 都是給一些未去過的朋友了解多少少 接著這個就是木棉洞的頂 其實我們在頂那裏經過或者停留 在這裏之後會有航拍 我不走出去 因為這些位置都是一些比較危險的位置 所以我就不做錯誤示範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那些石 其實它是凌空的 凌空的 它隨時可以掉下去 即是比較危險些 所以我不做壞的榜樣 我就直接站在這裏 用航拍拍出去就算了 當然我也看到有很多行山 有時站到好邊 我不是太鼓勵 因為那些石全部鬆 你隨時是掉下去的 所以來到這些六角柱的位置 無論你是去檢珠灣的頂 即是馬桃那邊 萬柱林那邊 我都是建議大家 保持大概一米的距離和那邊 因為它一塊石就大約是三尺到兩尺之間 但是問題就是 它一跌的時候 可能一跌跌兩三塊 我不知道 所以為了安全計 都是大家保持距離會好一點 好 我現在就一路下去 無面凍了 這裏也是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都是加快了很少 因為這裏下去都比較斜 在這裏滑倒就不值 我看到有些剛剛在木棉洞那裏玩完 即是他們這一班是落水的 意思是它踩到木棉洞的裏面 即是爬到裏面 然後在最後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航拍的照片 就是我拍到有幾個火人 他爬到木棉洞 就來到這個木棉洞 這裏是直接在木棉洞裏面游水的 那當然這些是高手來的 即是是一些玩開水族運動的人 如果是經驗沒有那麼多的朋友 就可面側面 因為裏面那些石都比較滑 還有比較介手 除非你是裝備或者有經驗 各種東西足夠的 那你就下去吧 當然在我的窗樓裏面都是注重安全 其他一些你想做的事 就割下自理 那我現在就去的洞口 那它就剛剛這日水退了 那我可以去到很近的洞口 那我就不下水了 即是其實正常呢 如果你是玩開水的 你都可以下的 因為它水退了之後很淺水的 那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石都比較滑 那這些就 就如果玩開水的朋友 就很低難度的 即是直接走進去就行了 那我就不下水了 因為這裡 那我就伸出去就拍一拍的洞口 即是它村洞那個位 拍一拍的洞口 那接著透過那個航牌 就拍壞它整個洞 整個洞穴的情況 那接著就拍到 即是有些人在這裏玩那個情況 那如果玩開水的朋友就很喜歡這裏的了 那這些就是航拍的照片了 那這個行程就來到這裏都差不多了 那透過航拍的照片 就大家慢慢欣賞 那這裏就拍到一班人就在這裏玩的了 可以見到左手邊的洞穴 我見到它爬過去 所以特地就拍一些光鏡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就在裡面玩了 那這個就是全部的整個環境的情況 好 那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